国际新闻焦点俄罗斯宣布 从这个贺松市完全撤离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了 这个地区的首府已经是乌克兰的了 当地的民众真的好开心哦 插上了国旗 有的人手上绑绑丝带 甚至还有人这个感动流泪 跟军人来相拥 不过当地留下了非常多的弹药 也是相当的危险的 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今天在联合国第27次气象峰会上指出 地球的生命处在危急的关头 呼吁各国一定要积极检探 我们将会赢这场战争 每个大型军人都必须跟1.5级级级级 我们不能再加上我们的行为 或继续重新的错误 大家都必须继续续努力 好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最近行程很满 同时在G20上 他要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双边会谈 这会谈当中也会提到台湾议题 习百会终于有谱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确定将于14号在印尼巴黎岛 举行的G20峰会上会晤 这是拜登上任后 两人首度面对面会谈 讨论话题将围绕中美关系 贸易合作俄罗斯以及台海问题 白宫国安顾问透露 习拜会过后 美国将向台湾简报 与习近平会谈的情况 拜登上任二十个月来 曾与习近平有过五次通话 但这次将是两人首度面对面会谈 拜登先前强调 不愿在美国对台原则上 做根本让步 双方也将表达各自的红线 对此我外交部长吴钊燮受访表示 正面看待习拜会 认为能借此处理台海问题 有助于区域和平 对于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 以及大陆海上扩拳 影响整个东亚局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与拜登 在东协峰会上进行双边会晤 加强日美同盟 记者李清晨 政茂报导 正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弱鱼帮你来打折 里面会认诺 可知 在这门里里面会有继续的 因为你会长得很这些